先把排位置打開 那這個是我在泰國看到的 他用這個下去做 如果說你今天有看過我的節目 你可能偶爾會看到我會有這樣子推薦 因為他真的很特別 你如果說是一個料理小白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不用調味 他本身就有味道了 那他這個雪鱼香絲呢 他當然裡面有一些魚的成分在裡面 然後有一些粉的成分在裡面 你也不用勾芡你不用幹嘛 只要把它 現在我要的食材炒熱了炒熟了就可以了 來先放油 你要放肉可以放肉 你要放什麼東西都沒有問題 放蝦子啊放肉啊都可以 好你就把這個丟下來 肉我大概放一點吧 肉大概放一點吧 好 把豆芽菜也放進來 正在一邊的便利燒商 你買到這個都很簡單啦 那你說但肉的話你也可以 不用放的那麼複雜 如果便利商有一些炸雞啦 或有一些肉類的東西 只要你想吃你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都很簡單 好 炒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把水放進來 讓它稍微煮一下喔 那你眼睛就盯著肉 它熟了就可以把東西開始放進去了 炒出來跟炒麵一模一樣 而且還是你沒有放海鮮喔 它就有海鮮味喔 好 現在把鮮魚香絲放進來 稍微煮一下喔 有的裡面可能會有那個防腐劑 不要丟進去喔 乾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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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裡面還是有一些澱粉 所以它遇到水的時候 它就會轉彎成有點像麵的感覺 你也不用擔心 你覺得水不夠了 加水就好 它會很像什麼 很像那個廣東的衣麵 那個鮮魚像是很會吸水啊 我沒有調味 我這次連胡椒我都沒有加 你要加胡椒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不好 因為大家已經叫我胡椒王 我聽得有點膩 然後起鍋前 奇怪沒有放胡椒怎麼會打噴地的 請問你來一點點香油 一點點就好 你喜歡烏醋 你可以放烏醋 因為台式炒麵很多人喜歡烏醋 喔 香港 衣麵的味道 什麼都調味都不用調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味道 它幫你調好 是不是麵 吃 而且你做了這道菜之後啊 你只要跟人家人家說 欸 這是麵耶 麵 我是用雪梨香是炒的 每個人都會這樣嚇一跳 喔 值得你珍藏 這是第一道 像這樣 如果拿起來 你看了它就是麵嘛 完全不用調味 有人會吃到滿滿的魚味 我剛剛沒有放魚喔 今天 吃的麵它就是魚味喔 我那時候在 泰國 看完那個廚師把它丟進去 我是炭為關子啊 吃到的時候是大傻眼 但一次成熟過 這個 這是第二個 這個很簡單 這是甜的爆米花 超商都買得到 然後 你就把它倒出來就好 撒香辣粉 這個是我在 家裡面很常會吃的 尤其是 家裡如果要看影片 以前都有習慣性 就會先爆一個爆米花 等在旁邊 然後放大量的奶油 那近幾年來了 因為 你知道年紀比較長了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 再吃這麼多的 奶油爆米花 所以我有愛吃爆米花 我在想有沒有什麼 別的方法 之前有看過加蒜粉 加海苔粉 但我後來發現 我們做了這個 香蕾粉之後 加起來非常好吃 你可以用奶油的 但我個人建議 還是用甜的 比較好一點 這也是我很愛的 最後一個 杯子 冰淇淋放進來了 這我很常 很常吃啦 尤其是在 就是有女兒同學來啦 或者是比如說大家在聚會 晚上突然間想要吃個甜點 我很常這麼做啦 這也是我去義大利玩的時候 他們 喔 不好意思我沒有去義大利玩過 那我去義大利工作的時候 蛤 對 想起來我沒有去玩過 看到他們那樣做 我就覺得很棒 然後你可以有這個 Espresso 然後濃縮咖啡 便利沙湯也有 把它放進來 然後我個人 會加一點點的威士忌 你會覺得說 加威士忌好像有點怪 但其實還好 因為它的香氣是有 這個是我很常吃的 同場餡飲 竟然有爆米花 有沒有 再把它灑上 這個不是有 不要放加辣粉喔 這放加辣粉可能會怪怪的 再給大家一個小小的 這個bonus 我跟你說 香草冰淇淋加醬油也很好吃 加味噌也很好吃 SURPRISE 這個就是平常我在 呃工作室也好或幹嘛 大家突然想要吃甜點 我就用這樣的方式呈現 大家試試看 小 不用擔心 96 即使不 jede